我也想要問一下就是因為李遠哲他自爆說加入那個氣候變遷委員會 而且他說他支持同志縣 那就有人質疑就是說這個賴清德他的核能政策是不是有轉觀的跡象 我不認為賴清德總統對於非核家園這個目標有任何的動搖 那當然我想民間的意見我們也會尊重 那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台灣社會嘛大明大放 可是我不認為這是釜方的意見 所以他就是有兩個人都有支持核能意思是說是討論嗎 還是有什麼樣的考量在裡面 就如同現在的委員會也是在充分的討論 所以我想民主就這樣子有討論才有民主 OK好謝謝